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这部影片将来说说咒术玉三家 是如何从德高望重的地位 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这部影片不会拖长影片的时间 来解说大家都知道的术士 我将会更深入剖析 你可能不知道关于玉三家的细节 大家就可以知道玉三家与咒术高层 全力相争的黑暗关系 影片非常详细,还请大家看到最后 首先我们都知道 玉三家是以优秀祖传术士而闻名 不过其实玉三家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 目前已知庆长或是江户时代 玉三家就已经成型 甚至当中的五条家 更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以前 三大怨灵兼元道征的后代 在当时咒术与诅咒盛行 不过到了科技蓬勃发展的现在 愿意接触诅咒的家族越来越少 例如完全不想让孩子 成为咒术师的狗卷家 这也就是突然会咒演的狗卷集 在家族中被视为异端 以及被称为咒演师的末义 许多家族的衰退也自然凸显出 玉三家的地位与权利 直到现在成为历史悠久 并且庞大的家族 这里就来聊聊 玉三家为什么成为互相竞争的情势 他们在咒术界究竟又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事实上在咒术界当中 我们目前已知有两个机构 那就是咒术高专与咒术总监部 我们都明白咒术高等专门学校 就是教育出咒术师的单位 但更粗俗来说 更像是给术师工作与发薪水的单位 掌握着政府与咒术师的前脉 第二咒术总监部 是管理咒术师与监督执法的单位 最高拥有对咒术师下达死刑的权利 古葬被执行死刑 也就是他们发布的命令 基本上这两个单位都属于咒术高层 而玉三家则是与高层 有着无人知晓的互利关系 等等我会再带大家来看 如同烂泥的咒术界 我们就知道五条五 为什么想要改革 培养出新一代的术师 那接下来我就来分别解说 玉三家各自拥有的术师 以及家族中的成员组织 最主要是想让大家知道 玉三家是如何取得今天的地位 以及他们凭什么被称为玉三家 首先来说说最特殊的五条家 即使家族当中有孩子继承无下限术师 假如没有六眼 也无法做出精细的操控 意味着无法驾驭术师 这大大影响五条家的战力 所以现在五条家能有一席之地 那就是因为拥有百年遇六眼的五条五 他不只是宙树回战中的战力天花板 更能自如运用回天灭地的无下限术师 说是能以一人之力颠覆日本也不为过 在官方的公式书问答当中 就有问到五条五的亲人是否还活着 作者却给出大概是吧 这意味着目前并没有打算 设计出五条家的其他族人 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 五条五就是一人家族 接着就是玉三家 强度排名第二的禅院 禅院家是拥有最多术师 与武力部队的家族 说到祖传术师不单单只有一种 最出名的就是十种因法术与投影咒法 家族禅院直批人 就拥有仅次于无下限术师 最快的投影咒法 其他众多的亲戚也拥有丰富不同的术师 如正义使用的构筑术师等等 禅院家的战斗部队 更分成有术师的战斗人员丙 以及没有继承到术师 只会使用咒力与刀具的区聚流队 那因为禅院家族人数太多 我就做出个人物关系图 最主要就是圣儿与他的孩子福黑会 圣儿拥有咒术界最强肉体天宇宙福 福黑会则是继承极度稀有的十种因法术 简单来说禅院就是拥有最多术师的资源 高专经常与他们提出合作 并且给予大量金钱 最后就是存在感最低 也是作者最少描绘的家冒家 在150年前家冒献人进行禁忌的研究 那就是让特殊体质的女子 宇宙灵诞生出特级宙物 从此他被称为玉三家的污点 也间接让家冒家丢进颜面 虽然在整部漫画当中 家冒家只有献祭的出现 不过我们从台词之间 也能知晓家冒家拥有护卫队 假如要总结实力上的排名 家冒家绝对是垫底 但相反的家冒家在咒术界 才是真正握有实权 五条物最看不惯的保守派高层 就是以家冒家为主体 这也是京都的老头乐岩寺 与献祭走得如此近的原因 当我们更明白玉三家是如何组织后 接着就开始解说玉三家各自的野心与欲望 就可以明白咒术回战中 精彩的战斗背后 暗唱着充满权力相争的恶斗 即使眷所没有发动恐怖袭击 玉三家也会互相竞争 最终导致自我毁灭 第一个就先来说说最正值的五条家 其实五条物只凭一己之力 就能铲除这些咒术界的恶流 不过他认为这些不会被幸福 更不会有人追随 所以他才将真正的目标 转移至培养出与自己比肩的咒术师 当然其中的原因也包括 不想再让学生走上与下游节同样的道路 他不断呵护与关怀 自责到不想活的遗骨 并且将它引导成仅次于自己的咒术奇才 还有面对到即将处死 善良无比的虎杖 五条不只是忤逆高层 甚至差点开战 虽然五条通常在打混摸鱼 但危急时刻还是非常保护学生的导师 他不只是高专与咒术总监部的眼中钉 对于卷所来说更是碍眼的存在 就当五条被封印全日本沦陷的时候 咒术高层不是派人支援与拯救 而是趁机下令只要想拯救五条 就立刻判处死刑 所以艺人家族的五条物 最终就融为卷所的囊中之物 说到五条物被封印 最开心的莫过于特别憎恨五条的禅院家 在五百年前左右的时间 五条与禅院家族在一拳比试 不过双方却认真起来最终同归于尽 两家就此结下了难以抹除的仇恨 如果要说最充满混乱与内斗的家族 绝对就是禅院 禅院家并没有像五条家有着明确的目标 因为光是争夺家族之位 就引起家人间的狗心斗角 就当家族禅院直匹人过世 众人聚集不是为了智商 而是来听闻谁能继承家族之位 甚至其他家人死去也不甘自己的事 只关注对自己有没有利益 五条物被封印日本大乱的时刻 禅院家却忧灾坐等上位 百姓被宙灵吃下也吃不关己 其中性格最恶劣的禅院直灾 就当他的父亲禅院直匹人死亡的那一刻 他顺势登上了家族之位 不过仅仅开心了三秒 却立刻被后来追加的遗言摆了一道 那就是五条物无法使用能力或是死亡的时候 就由拥有失踪因法术的腐黑会 直接成为禅院家族 傻眼的直灾直接解锁三秒家族的称号 就当死灭回游之后 禅院家第一想到的不是支援 而是汉家冒家争嫌恐后 把高砖藏有贵重咒物与咒具的忌库搬空 残院家就是如同人渣的垃圾场 少部分如蓝太、慧与珍惜等等除外 由于将术士视为一切的丑陋家族潜规则 以及身为父亲的善竟然还想杀了女儿珍惜与珍衣 当作叛乱者交给咒术高层借此取得信任 这些冷血无情的举动 导致蜕变成无咒力的珍惜起了杀心 最终残院家被自己养育出的怪物面门 当初看到珍惜杀了家族几乎所有人 甚至不在场的成员也陆续被暗杀 让我觉得珍惜有点残忍并且太过火 不过当我集中这段分散在漫画各处的残院剧情 才发现残院家获得如此下场 简直就是自食恶果、大快人心 最后就是戏份最少也最可怜的家冒家 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渗透进咒术高层 不过我先来说说 有点小复杂的家族关系 前一代家冒家族与妻子生下孩子 当中并没有一个拥有祖传术士 最终家族与二老婆所生下的献祭 却拥有赤血超数 年有的她立刻被当作嫡长子 也就是家族大老婆的孩子 身为二老婆献祭的亲生母亲 自然必须消失在家冒家的视线范围 献祭突然被换了一个母亲 得到的却是家族滋味 悲伤与不舍埋藏于心中 但她始终扮演好一个家冒家继承人的角色 一切乖乖听话又真正成为家族的自觉 不过最终却被卷所轻松篡位 讽刺的是当时任分做好继承人的献祭 现在一夜之间失去地位如同路人 甚至卷所根本不把这个孩子放在眼里 没啥献祭的主要原因 就是单纯不想把房间弄脏 虽然家冒家看似依然存在 但事实上已经被卷所控制呈现空壳的状态 最可怜的无疑就是一无所有的献祭 总结来说除了五条家最正直 为了咒术界与和平不断付出努力 其他家族可以说是只懂勾心斗角 互相竞争争夺名利与地位 残怨家的内斗 家冒家的渗透高层 最终由卷所引发的恐怖袭击事件 他们还在思考怎么得到更多的利益 以及拉近与咒术高层的关系 拯救一般人类完全不干自己的事 假如当初三家合力联手 我想也不至于搞到全部崩坏的窘境 这也让我们更加明白 当初五条想做出改革的想法 最后不知道大家看待玉三家的想法是什么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跟其他观众分享 喜欢我制作的咒术解析影片 可以按赞与订阅 或是留下超级感谢来支持我 另外影片中大部分的内容 都是由每个角色台词之间所得到的情报 少部分有加入我个人的推测 加入有错误或是不同的想法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建议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8分钟 3 7 7 6 11